来看地方的大喜事 东山消防分队在地方的期待下 今天搬进了东山乡镇中心 便举办新厅社的启用仪式 而未来400多坪的宽敞空间 可以大幅改善消防人员的办公环境 也可以增进东山地区的灾害防救能力 东山消防分队办公厅社今天落成 武士团为活动带来好彩头 东山相公所为了提供东山地区 更优质的消防服务 提供400多坪的土地 新建东山消防分队办公厅社 而这项工程总经费是3200万元 为三层楼的建筑物 并在今天举行接牌及落成的启用典礼 中山区 我们在这一块的土地 乡镇中心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东山乡镇中心 不管在建筑 不管在绿煤化方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东山乡镇中心 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民众洽工队集中的地点 也是民众休闲尤其的所在 所以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乡镇中心的一个发展 我们的商务队大家都知道 都是说犧牲和犧牲 保障我们八岁的安装 和救费 大家打开才能力 让我们的乡镇都表达尊减 所以说上海之一就要签 我们的乡镇中 和我们的主席来带代表 我们的乡镇中心里 今天台表人来的乡镇中心里 我们的乡镇中心里 我相信在我们的团队中的政治下 我们建立一个政府的制度也好 拍名也好 救责也好 大家都在乡镇中心里 所以说在四十年后 我到新的小翁镇中心里来生年 以后我也赴不到 这四十年我也留母母 所以说我们再去 可能后一代的人来去拍名 所以说在我们消防这些乡镇中心里 大家在电视 多来不一的东西更应该珍惜 希望很多这种 三星电视一直要管这些东西 相信台湾也好 未来影响台湾 这些都有都想要管 消防医也会找乡镇 所以说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们身体在拍摄这里 大家这么认真拍拼 我相信在我们的东西 未来 这些事实不在 新建的东三分队消防厅设 空间相当的宽敞 可以容纳各式救灾车辆十部 还有救生亭两艘 以及各式的消防救灾设备 还有器材 大幅的改善消防人员的办公生活环境 而地方也期盼 有了硬体的设施 下一步能够汰换消防人员的防护医 来提高救灾的安全度 一任新闻记者来下我们才能报道 欢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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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